我記得我剛剛入行, 沒有記哀 我就陪了一群朋友去泰國玩 其中一次的環節就要看相 免費的, 玩吧 上次當時看著我, 就說 Louis, 你是唯獨那個人會有一個很嚴重的意外 這個意外會牽涉車, 綠色和水 這個意外是不能防備的, 一定會發生 只不過如果你是做多些善事的話 這個意外就未必會去到這麼嚴重 經過了很多年, 我都幾乎忘記了這件事 直到有一次TVB派雨霞 麥景亭和我去澳洲的達爾文拍外景 我記得那個早上, 我們很開心 坐這輛七人車去這個地方 一邊說一邊嘗, 我又聽著那個停車 突然之間, 冰零碰碰碰碰, 三百六十度 我就昏迷了 當我開眼時, 很多機器積住在我身上 我看到旁邊的是麥景亭 整塊玉開了, 我以為他死了 我覺得好痛好痛 我也要救自己了 我要慢慢推, 慢慢推我的自己 就離開車 隔離不久了 剛巧有一部旅遊巴經過 幸好有些醫生、護士在這裡 馬上去救我們 有些人用電話求救,叫十字車 很短的時間,有些十字車到了 就逐個逐個搬上車 我記得我是最後一個 當他搬我上車的過程中 我就轉彎看那部意外的車 都變成型了 車突然間…我看到是綠色的車 然後我們那天是去瀑布拍外景的 瀑布就是水 突然間很多年前上士說的那件事 實現了,我是… 你別說我當時來說我挺害怕 我不是先導人迷信,廣明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個經歷 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人的生命很脆弱 所以你應該,如果有機會的話 多說一些你愛你的親人 愛你的老公老婆媽媽、爸爸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不知道到明天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個機會跟他們說 所以記住,珍惜生命 珍惜自己 你太過了 我愛她啦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